是朕的一帝 你俩成婚 天作之合 我 我 郭家 我 不要再说了 你可要好好对待荆娘母子啊 不然 朕可不饶你 郭 郭家 请 请郭家 不要再难为臣了 臣实在是 不 不想成婚 为什么 我 我 我 是因为荆娘结过婚 还有个十岁的儿子 不不不 这 绝对 不 不是 这 这 这个意思 不是因为这个 你就没有理由拒绝 就这么定了 这 这 圣人来了 快 快 快请坐 来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委屈的事 还是有什么难过的事情 跟嫂嫂说说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起自己的命运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别再想了 是啊 你回京的路上 张穹对你们母子俩照顾得怎么样 张穹这个人很朴实 虽然话不多 但是该做的都做到了 但是该做的都做到了 是吗 那就太好了 张穹 还未成亲你知道吗 他看起来不比我小 怎么还没成亲呢 比你大两岁 也许 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让他等着你了 圣人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真事 官家跟我都商量好了 择一个吉日 让你俩成家 圣人 这可不行啊 为什么 我 陛下驾到 娘 京娘 京娘 你这眼睛怎么红啊 没什么 昨天没休息好吧 想张穹他爹了 不是 别看已经是当娘的人了 这还跟孩子一样 要是张穹想他爹了 那就再给张穹找个新爹嘛 不是 哥 张穹不需要 为什么 朕都跟张穹说好了 日子都挑好了 九天以后成亲 哥 怎么这样啊 不高兴 朕在张穹那儿 就费了一番口舌 你怎么也会这样 京娘 你也不小了 不能再任性 就听哥的 就知道你叫 准备把娘都找来了 你不会连娘的话都不听吗 京娘 你哥哥说得对 这张穹他爹走了 可是你跟张穹 还要好好活下去啊 官家既然已经止婚 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你就不允许再较劲了 白玲啊 娘娘 京娘 这白玲啊 是我最喜欢的宫女 性情温和 办事稳妥 而且呢 还会读书十字 以后就让她跟着你 白玲 以后啊 要像服侍我一样 尽心地服侍公主 记住了吗 是 哥哥 你怎么不懂京娘的心呢 今天真热闹啊 今天真热闹啊 兄弟们都很高兴 我也很高兴 一会儿 我到楼下客房去睡 你就在这儿睡吧 我 我不会来打扰你的 对不起 请你不要怨恨我 我 我 我为什么要 要怨恨你啊 让你跟我做了名义上的夫妻 让你受委屈了 这 这没事吧 我 我也是 心甘情愿的 我知道 我不该这样对你 可我原来以为 哥哥已经战死在战场上了 所以 我现在见他 还在人世 我这样做 只是为了让他安息 让他明白 我以为 静娘不会再纠缠他 想着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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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我知道 我 我也愿意成全 成全你的心意 行 是 三哥 我以前认为 你是个粗人 盲撞人 其实 你心里什么都明白了 我 我 我是个粗人 我 我又没 没读过书 又很笨 那从明天开始 让我教你读书认字 好 好啊 迟 迟着不早了 你 你先休息吧 我 我下去了 拜谢官家和圣人 李家人谢什么谢 快坐 你们俩 一个是朕的本家同宗的妹妹 一个是青铜手足的兄弟 你们俩成亲 让朕同时按了两份心 朕打心窝里高兴 也盼着早日能当上 他们的孩子 应该叫朕什么呢 朕既是舅父又是伯父 今娘是长公主 还是叫官家舅舅的好 好 那就当舅舅吧 走 赵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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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丛举啊 快坐快坐 好 赵书相 这是在想什么呢 冲局啊 昨晚上在张群府中 你也都听到了 官家 任高怀德为殿帅 是啊 这有何不妥呀 殿帅 殿前都殿简 位高权重 手握兵权 开国之后 我有意 没向官家 举荐任何人担任该职 一来 官家曾担任过这个职务 按制可以不设 二来 担任此职的人 一旦心存妄念 后果 不堪设想啊 高怀德是官家的结义兄长 他对官家一向敬佩 岂能有反心 凡事 一定要往坏处躲下 官家众多结义兄弟 都手中握有兵权 而且都住在京城 其中若有一人 心存反念 一壶百应 我大宋 为夷 要不得住 你不得住 他很难的 可不是 将军的 你不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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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为了 你不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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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深哪 是啊 我不要仔细斟酌 想必书想 是有主张吗 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也没有踏不过去的河 但此事关系重大 我一定要想一个 完全之策 刚才朕和朱大臣正在商议 如何加强文质 沈大印来了 也谈谈您的想法吧 启禀陛下 文质是陛下的既定国策 照此而行必定奏效 微臣奉旨已经建好了文庙武庙 国子剑也已修缮完毕 即将则即日与国子剑开课讲学 沈大印 你为我大宋加强文质 立了守宫啊 谢陛下 微臣不过是奉旨行事罢了 好 开课讲学之日 只要亲自去国子剑看看 还要亲自参拜文武二庙 陛下 臣以为 届时众臣可以随同陛下 一同前往 参拜文武二庙 以倡导我国 君臣同心 推行文质之风 兴我大宋 好 陛下 公子是臣 您不能归啊 公子 乃百世帝王师表 朕 岂能不败 我宋加强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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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说 你才去显 我标准 我宋加强文质 你自己的行为 宋加强文质 沈一伦 臣在 朕方才仿佛见到你的养子鲁梁了 回陛下 鲁梁确实在此 叫他过来 是 鲁梁 臣在 速上前来叩见陛下 是 臣鲁梁叩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明年不见 又斩高了 令尊为你取名梁 是希望你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离云作乱 你的亲生父亲为国捐纳 但是朕相信 你一定会继承父职 不会让令尊失望 成为国家的栋梁之财 臣一定刻苦读书 绝不辜负家父在天之愿 和养父之恩 臣想尽快为陛下尽忠 为国家效力 好 国子剑已然修复 今天开学 不论是师父 还是学生 都要用心用力 受有其法 学有所成 人人正当我大宋的 中流砥柱 灵口一日 绝物辅负陛下厚莽 平身吧 恭请陛下 一驾五庙 起驾五庙 九庙 大宋的 小庙 Qu参加 大宋的 柠檬 小庙 大宋的 大宋的 大宋纸 大宋的 大宋的 这是张良 这是江沙 这是 孙殡 这是春秋战国的孙殡 是 把这个孙殡 给朕撤了 陛下 这是何故啊 孙殡兵法中 确有齐谋 但其用兵之力 却是大错特错 臣 恳请陛下明示 孙殡兵法中强调 夫君杀将 方为全胜 全奸敌军 为目的 可谓心术极毒 手段残忍 实为不仁 如此之人 岂可供后人效法吗 陛下圣明 还有这个 白旗 曾经 坑杀了四十万俘虏 如此不仁不义的人 能在这儿供后人敬仰吗 沈大印 陛下推行的是人证得志 这并非你不知道 像白旗这等不仁之人 怎能放在我大宋的武庙 供我们的后人去敬仰呢 赵书想说得是 陛下 这武城庙所佩享之名价 乃是微臣参照 汉代唐代所列之人 微臣才恕学浅 不知白旗孙殡之规 恳请陛下致罪于我 不知者无罪 这谱 这谱 臣在 于是书密室 要逐一审查这里的名价 凡不仁不义的 一律之处 臣遵旨 让我拿宋朝廷所举 定要深思熟虑 上行下效 稍有不慎 就会谬种流传 万万不可 石骨不化 一务后困 陛下圣明 微臣拜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你怎么拿着这个就进来了 陛下 自昨日 微臣随陛下 祭祀文武二妙之后 臣夜不能寐 一直在思考着一件事情 陛下请看 这只弯的柳条 要想让它直 必须向反方向使力 才能做到 古人说 矫正指的是 无弹性之物 而微臣以为 其实世间的一切事物 都是有弹性的 所以 微臣切以为 欲矫枉 必先过正 方能达到效果 交往过正 你这话可以流传千古啊 陛下 微臣以为 治国也是如此 自五代以来 众武清文 这种现象 已经不好更改 而微臣以为 欲重文 必先义武 武辈也不能清代 天下尚未统一 必须文武兵具 陛下所言极是 微臣恳请陛下 能以一国之君 天下围攻之心 清代自己的结义兄弟 此话何意 如果陛下过于 倚重自己的结义兄弟 势必会失去 其他大臣的心 因为 陛下的结义兄弟 皆为武将 这样一来 就会使其他人觉得 陛下所说的众文 以文人治国 是一句空话 难道朕 偏袒了结义兄弟或是 有因私非公吗 微臣不敢 只是微臣觉得 陛下与圣人 去为张穷主持婚礼 此举实为不妥